出台北地检大門 小心一點 樓梯倒 名嘴朱學恆對於開庭過程 隻姿不提 完全忽視記者提問 只提醒大家有樓梯 要注意安全 隨後快不離開 這回會出現在北檢 就是因為朱學恆在6月 遭到台北市議員中佩君 指控性騷擾 我必須要說 這個真的是我喝到斷片的 我雖然說 我是喝到斷片 喝醉之後斷片的行為 坦白講 我是真的喝到斷片 就是我的錯 他在直播時道歉 隨後到地檢署 自我告發 在臉書貼出告發狀 但是一系列舉動 被懷疑在作秀玩弄司法 北檢在7月5號 以他自案傳喚開庭查證 與鍾佩君對話內容後 認為案情較為明朗 又加上鍾佩君提告 轉為真自案 直到9月21號首度開庭 約一個多小時後結束 而朱學恆說 沒有要評論 主持人被指控性騷擾後 宣布無限情停跟個人YT頻道 臉書 卻在9月初又突然現身 種種舉動引發爭議 這回以常之猥褻罪前被告出庭 而鍾佩君也不對外說明 畢竟多說一次 恐怕又會在傷口上撒鹽 TVH 王思淳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Ô许書 阮集這是 感谢观看